中文又名字幕 李宗盛 我曉得他們哪裡來這種 天生的這種平衡感 你們這樣子也太像了吧 這座金字塔應該有三十公尺那麼高吧 我現在整個非洲伊索比亞的大草原 全部都盡收原底 在那邊 那邊 你有沒有看到 大概只能確定我已經不到一百公尺 居然在這個非洲大草原上 有一種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 人類最後發現它的蹤跡呢 就在這一片廣闊的非洲大草原上 停止它的頭長得像馬一樣 它的身體撞得像油 卻長得一對像羊一樣的腳 只能什麼都很像 但是卻什麼都不像的野生動物呢 根據資料顯示啊 它耐力非常的驚人 居然是世界第一的長跑好手 也不一定都可以追得上它 今天我就決定長征千里 帶著大家來找尋這個 生長在非洲伊索比亞大草原上 瀕臨絕種的志向 相傳有種可能遠比伊國最古老火火山 爾塔阿雷更早就存在的動物物種 雖然沒有老火山的美艷震撼 卻是東非大獵古巷 冰臨危機的最不可思議動物 為了探訪這種聽說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怎麼看都非常奇怪的草原稀有動物 為了這頓長征之旅 在朝著荒漠大草原方向前進的同時呢 我們必須被阻更多的汽油才行 直至才到加油站 整個路口都被塞住了耶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你知道為什麼這邊停了這麼多大卡車嗎 因為今天油價飆漲 所以所有的司機呢 都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所以這邊的飯店 全部都是客滿的狀態 因為他們要等這個油價稍微下跌的時候 再繼續往下一個城市繼續進行 不然的話呢 他們如果說加油價太貴的話 他們這樣運送物資啊 就會滑不來 現在這個大卡車也都停在這邊之外呢 很多都督車也停在這邊 現在整個加油站變成這個 整個城市的停車場 哇 怎麼辦咧 沒有油怎麼辦咧 怎麼辦 你們今天大家都睡這邊嗎 你們今天睡這裡嗎 啊 太糟了 太糟了 雖然我們的備用油料不是很充足 但我們已經沒有時間這樣等待下去了 只能先上路再來想想辦法好了 只是沒有想到才剛離開加油站沒有多久 馬路上就跑來了一群不速之客 擋在車子的前面 他們的腳很長耶 他們的腳都非常長耶 感覺要是他們生氣的話應該會從中間 欸欸欸欸欸別過來 喔他們腳很利喔很利喔 我們剛才經過一條公路喔 終於費盡千辛萬苦到這個地方了 因為剛剛那個公路啊 剛剛塞車塞的非常嚴重 聽說這條路是 對這個阿里薩巴巴的這個唯一的這個進出口的連外道路 因為它這邊是一個內陸國家 所以說它沒有任何的海港 它必須所有東西都要靠這條路去運輸 從那個吉布迪運輸這個物質到阿里薩巴巴 司機大哥說 這樣橫行霸道的動物遷徙畫面 在他們國家是天天上演的公路戲碼 動物才是公路的老大 如果你撞到他們的話 你可是吃不完兜著走呢 還有在我的協力耐心驅趕下 牛兒們終於慢慢的離開了 哇 我們現在離開首都了耶 離開首都的地方好像是這個 感覺有點像郊區 而且開始有一些地形 像這個非洲荒野的地形 哇 原來這就是真正的非洲荒野 終於親眼親眼目睹到真正的非洲荒野 我們現在大概離開市區 應該差不多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應該還不算到非常的郊區 因為非洲土地這麼大 非洲這個廣闊的這個非洲大地 我們就是離開這兩個小時 應該還不算真正的荒野 應該還要再到 到貝羽的地方才可以看到 真正的那種遙控的 那種死神老虎的那種地方 此時 慈吉大哥提醒我 在前往荒漠地區之前 有一種東西一定要買啊 哇 是什麼啊 一桶桶的礦泉水 幹嘛包得這麼漂亮啊 難道是什麼特殊的保健飲料嗎 好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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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老闆 水裡面 五公升 五公升 而且這有五公升裝的這個瓶子 而且那邊還有 其實大大小小都有 有小的 然後有大的 像這個比較大一點點 可以裝五公升的水下去 外面這個稻草 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水降溫 降溫耶 怎麼那麼神奇 可以讓水降溫嗎 真的嗎 那這樣子 如果說買這樣 這樣一個水瓶的 非常漂亮 哇 這樣好方便 如果說我這樣子出外 忘記帶水服的話 我就直接可以在路上買一個水服 不但可以這樣背著走之外呢 還可以讓這個塑膠瓶 看起來更漂亮 除此之外 在這個炎熱的天氣下 喝這個水 讓這個水更冰涼 這樣 哇 所以說裡面什麼飲料都可以裝 從泥 也可以裝汽水 水 飲料 酒 酒 哇 這樣子就是一個行動的小冰箱 好方便喔 還真的是荒漠至寶呢 天然草編材質的酷冷冰桶 哪怕是再炎熱 也能讓你涼快到底喔 只是走著走著 窗外怎麼會飄來陣陣的魚腥味啊 喔 原來是有人在公園裡面 就擺起攤子來了呢 那這樣子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哇 你看這個秤重機 外面都是這個 魚嶺 可見這個秤重機 真的是歷史斑駁 在這邊工作了很久 這樣多重啊 我都看不到耶 我根本就看不到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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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多少錢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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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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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變貴了 你剛不是說一隻魚一百 這樣三百 一咖啡呢喔 你變我 這樣多少 這樣多少 一 這樣大概半公斤左右 一百公斤 沒有 一百公斤 二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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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我想說一隻魚一百塊 這樣子兩塊肉 大概半公斤左右 半公斤左右 大概才二十塊錢而已 沒想到兩片新鮮魚排 只要台幣二十塊喔 只是所有的大小魚 都只取下他們左右兩次的魚肉來販賣 那剩餘的部分 都丟去哪裡了啊 他們相對剩下的魚其實都不會丟掉 因為我前面有很多這個很大這個凸罐 有沒有看到前面超多的超多的 超多這些魚賣完之後呢 就來餵他們 而且他們聽說很會接喔 接 哇 哇 這麼大一鳥就還飛得起來 來了來了吃肉 欸等一下我還沒丟 這邊這邊 這裡 哇你看 那個後面的那個鳥 他的嘴巴超大 他嘴巴張開的時候 他下面的嘴巴會張 會變大耶 嘿等一下喔 耶 嗚 喔唷 直接從我手上 直接從我手上搶過去 你會覺得他們這個搶這個魚的動作 很像一種運動 打籃球那個 搶籃板有沒有 我現在魚丟上去 然後很多那個鳥 直接這樣衝上來 直接抓下來 欸我這邊魚餵完了 哇原來賣魚也能做工藝呢 每天將大魚肉留給人吃 然後再將小魚碎骨分享給大鳥們 不但減少了惡臭的污染 更造就了大嘴鳥青道夫的美名 問題是這些魚是從哪裡來的啊 魚販們說 前面有個跟海一樣大的湖 欸不過湖面上那些人是在滑什麼啊 一望無際耶 跟海邊一樣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湖 居然還有海浪耶 這應該是湖浪吧 我覺得這個湖面還蠻大的 我知道我看這之前那些魚米 可以問啊 帶我去抓抓魚 那邊有兩個湖 大概有魚魚吧 還不舒服 哈囉 哈囉 好早安 你好 哈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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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麼遠的地方這樣子流過來 這樣子 你會摔下去嗎 你的船是很小的 你從那裡拿到那裡吧 對 然後你拿到那裡 你怎麼做你的船 你們怎麼做你們的漁船的 你怎麼做你們的漁船的 你怎麼做你們的漁船的 然後你們的漁船的座法 好原始 他們這些木頭就是後面屬於魚的 後面屬於魚 他們必須有 然後這樣有任何可以用的這個樹幹 粗一點點 他們就好幾乎把它 綁在一起 原來這種取材是大型水筆仔樹幹的船身 雖然構造非常的簡單 但卻可以航行數十里呢 看著他們都滑得如此輕鬆血液 我應該也可以有樣學樣 跟著他們一起抓魚去吧 我們要往這個池外湖的這個遠處 滑過去了 我們要穩住囉 我們要慢慢的地方 一望不見的那個湖面 那我要去的地方 快跑 糟糕 無 forward 不管我怎樣努力的滑 收穫 都好像滑不出馬頭耶 一跳了皮卡的呢 出發! 因為這個船啊,我剛才跑的時候,真的覺得它非常的難跑 因為它這個,你別想說,必須要跑 站上去的時候啊,你不只要抵抗那個船在旁邊咬動 那個浪打過來,浪從左邊打過來,你的船就往左邊歪 如果浪從右邊打過來,那個船就從右邊歪 所以你必須兩條腿都非常的有力的站在這個船上面 所以你站的地方其實不算寬,如果寬的話也可以比較好距離 然後你腳不站直直,然後就拿著一根質感的,就往前滑 我想他們哪裡來這種天生的平衡感 因為下面也有很多礁石,那礁石也會影響那個船的平衡 那你抓到礁石的話,那個船就會左右滑,然後你一晃就要出 好像每天,腳要泡在水面大概兩三個小時 他說泡在水面,不知道都沒有什麼事情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香港腳啊,還是有一些什麼 水裡面的習近平衡,其實還好啦 其實還好啦,他泡在裡面其實已經習慣了 他畢竟從七歲就開始贏了 難怪,身在浮上,不然是個浮上的好難 你看看,他兩個小時裡面就抓到這麼多了 哇,這個很重喔 你看看,很多耶,而且感覺是黏魚,你看看 哇,這個魚很重 這個放得到嗎? 很重的,很重 因為大概有二十幾條,這個黏魚 平常不知道這麼齊 你看,這個也是很重的 我放在手上的時候,都把我這個手給那個 手的這個肉都卸下去了 可以給我偷走 沒想拉魚沙不掌就對稱平衡的小山板 就是這裡年輕人的主要身材工具 縱使每天雙腳須浸泡在湖水中好幾個小時 但當看著沉串的豐收漁獲 喜悅之情早就蓋過一切 望著遠方漸行漸遠的小漁船 我似乎也該繼續上路了 然然就在前往荒漠區的山坡道路上 除了一眼望不近的珊瑚美景外 遠處的山頂中 什麼還傳來了陣陣的呼喊聲 就給我org獸 快樂 來做 cres什麼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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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情喔 而且用這個當地的這個歡迎歌曲 來歡迎我們的到來 哇 你們好棒喔 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 好棒喔 哇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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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特別的部落贏兵舞喔 沒有精心的華麗彩排 卻是孩童們最真誠的熱情打招呼方式 我問他們有沒有聽過四部像 他們竟然告訴我 前面有大象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欸 這個房子的材料好像是 竹子耶 這應該是竹子編造而成的 然後還用一點點這個 芭蕉葉的感覺 這邊竹子先穿過去之後 哇 這也是很有功夫喔 他們要一片一片這樣穿 然後 他穿到一片的這個竹子後面之後呢 再穿到正面來對不對 Like this 後面還要控制一下 哇 乖乖 這感覺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耶 我先把這邊 靠近上面的地方先 把他敲上去 然後跟他靠近 靠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後面的地方 再往上敲 再往上敲 Right 好 Right Right 原來老伯伯從小到大 已經參與過了無數的大象屋建造 現在年事已大了他 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他有生之年 能夠幫他即將結婚的小兒子 蓋一間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房子 哇 蓋這個屋子 他說一般都是兩個人負責蓋這個屋子 然後大概四個月 四個月才能完工 一天要工作八個小時 然後可以住 一百年耶 但是 每三年 就要把這下面給拆掉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 主持啊 或是被一些白蚁住掉的地方 要把它拆拆拆 好特別 因為這個房子會越住 越住越好 然後 等房子 到那個人不能進去的時候 就要開始蓋一個新的 因為他的爺爺 之前他的爺爺 還有他的阿祖 住完這個舊家之後 現在他就說 阿孫啊 給我蓋這種新的吧 現在房子已經變矮啦 這個爺爺進不去啦 所以現在他的孫子 就在這邊 蓋一個很高很大的這個屋子 讓全家人進去住 而且你們知道為什麼 他把這個房子的造型 做得很像這個大象嗎 看起來像蜜蜜蜜 這是一個咖啡 還有一個咖啡 一個咖啡 一個咖啡 相傳在兩三百年以前啊 他們有很多大象出沒 所以在這個都澤的這個山區呢 他們當地的居民 那時候都會去打獵 然後去獵這個大象 然後誰能把這個大象殺死的話呢 他就是英雄 所以一直到現在啊 他們還是一樣 很喜歡把這個房子 蓋成大象的形狀 來代表他們這是這個當地的大英雄 我們可以進去海洋嗎 進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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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原來小朋友所說的大象 指的就是這個大象屋啊 除了利用支架撐起大大的鼻樑外 內部隨便就高達15 16米的挑高 加上可以走上十多步的直徑距離 如此碩大的內部空間 難怪從外表看 還真像這超級大象呢 只是在新大象屋尚未完成前 這家人又是住在哪裡呢 哇 這就是蓋好的象屋耶 而且你看到這個外觀 好像跟剛才我們看到的 正在蓋的不太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這個外面 還加了一層這個香蕉樹的樹葉 還有這個加了一點稻草在這邊 所以他們把這個 芭蕉樹的樹葉跟稻草 還有裡面的這個植片把它固定起來 就變成像現在這個樣子 有點像咖啡色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現在 不只像一隻大象 而且它像一隻長毛象 有沒有看到 從從這個地方看上去 真的很像一個象的這個頭 而且它的顏色感覺很像是 長毛象的這個毛 這樣子蓋下來 然後它旁邊這個大大的很多 沒想到披上防水樹葉的象屋 瞬間就變成了長了毛的長毛象屋了 多了茅草的覆蓋 感覺裡面應該蠻溫暖的喔 到了到了 哇有小朋友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跟我剛才看到的 非常不一樣耶 完全超過我的想像 我剛才在那個圓圓的地方站的時候 我以為他們全部都是全平面的 然後在那邊睡覺直接躺著 然後在那邊煮飯跟這個招待客人 其實完全不一樣耶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他們就還有坐隔間 這邊是他們接待客人的地方 而且是比較靠近這個門口 所以客人一進來 就可以直接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跟主人聊聊天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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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看到裡面 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龍偶房了 哇 這是坐一下他們的床 很堅固耶 看我這樣都不會垮下來 可是他們這個手工具真的是厲害 你看 坐得多堅固 所以你看 睡覺 看你要睡這邊 想要把你的睡相給別人看 也沒關係 那如果你覺得睡相很醜的話 就睡在這邊 哇 好舒服喔 花面很快喔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竹片搭的關係啊 所以這邊夏天你都不用怕 非常的熱 而且可以睡得很舒服 哇 像我現在的感覺好像快睡著 好舒服 因為那個 欸 過來是要參觀他們別的地方 聽說 就連經常四處為家的家住成員 也都同樣享有自己的豪華稻草寢室呢 只是因為我的臨時造訪 似乎連他們的待客吃到都來不及準備 於是我便自告奮勇充當起了 午茶點心的小助手 現在喔這裡面的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 有洋蔥 有蒜頭 還有這個接近很大顆的 鹽巴 還有像 個山根看起來很像這個東寶雞精 非常辣的乾辣椒 好 這就是我等一下的這個香料 現在要不要開始把它磨成這個泥麵 Am I doing right? Correct? OK Correctly Correctly 欸 可是磨好之後 怎麼這樣剩下一點點 我來試試看 我可以拿 來試一點點 你看 你看 好 噢 臉讚啦 哇 有點鹹 不會太辣有點鹹 感覺剛才鹽巴放太多了 哇 開始變辣 應該等一下配這個吃的話 就不會那麼辣 現在聞到正正的炭油香 再配上這個 芭蕉的味道 你看連楊妹妹都受不了 這後面 妹妹妹 妹妹 妹妹 妹都被吸引過來吃飯 妹來吃飯喔 妹 哇 現在這個餅已經出了 現在從中間先切上一刀 You have to cut like cross right? 好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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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騰騰 羞騰騰騰的 芭蕉葉餅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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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try some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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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Try some 嗯 好幸福喔 很多耶 很飽耶 吃飽耶 太飽耶 太飽耶 對 哇 在盡情享受毒辣黑色鬆餅後 屋外卻突然下起大雨來了 哇 這下該怎麼辦呢 OK 現在是Tunda shower and raining 我可以在這裡一夜嗎 我告訴你 在這裡 我告訴你 沒有 沒有 我可以在這裡嗎 我可以在這裡嗎 對 我可以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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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傳統部落的伊索比亞人 是絕對不會留客人在家裡面過夜的喔 在他們的認知觀念裡面 我不屬於他們家庭成員的一份子 牛羊的地位甚至都比我還高啊 因此 只能對我下達逐客令人 至於有關四不像的傳聞 媽媽則建議我先找到高原上的金字塔 或許就有機會找到四不像啦 只是這場大雷雨幾乎已經讓我們無法繼續再前進了 看來 我們只好先找個地方贊助一休了 等我一下 大哥 我也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啊 是不是在那邊 是不是在那邊 那邊 好 我看到了 昨天早上不能太大聲了 把太大聲拿花湯等下就跑掉了 我沒有辦法看到 大概是距離我已經不到100公尺 對 耐力真的很好耶 出來 我可以彈跳 我可以跑一次 好噁 鵝鵝中 一個火山爆發後的奇形物種 一群独立撐杆挑战大湖的超级渔民 你们这样子也太狠了吧 一票鱼来江口的混混大嘴鸟 一间跳高16米的巨型大象屋 一处处立于东非大草原的神秘金字塔 这个即将消失的东非四不像 究竟会隐身在何处呢 出来 我可以占掉 隔天大火特地骑了个大早 听说附近有个超便宜的长途补给站 能来北往的过客 都一定会在这个地方 添购一些食物再上路 哦 原来是个露天的水果大事集耶 50块这样子的哦 你这个比较强 你这个小很多哦 不行 我要挑一颗 这一颗50块 这个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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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一点 这个小一点 50块 40块 60块 4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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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块 44块 60e 14 44 10 40 40 40 relations 40 我會說Free 你知道什麼是Savisusa嗎 你知道什麼是Savisusa嗎 Savisusa是Free Savisusa 你知道嗎 Savisusa吃魚的Savisusa是Free Free 我給你50 50 我給你50 50 我給你0 你要直接這樣切喔 手上砧板 這個要做我切喔 應該手... 應該有釣絲嗎 它看起來不錯喔 好了是不是 我給你檢查看看 喔!這個還不錯喔 比較有紅色的麻辣 顏色很像紅色的麻辣 比較好吃下來我覺得它是調味區塊比較好吃 不過還可以啊 畢竟剛才一路走過來口感適著 有一點水分也不錯 非常好 謝謝 雖然說不上是最甜的西瓜 但水多飽滿的果肉 還是讓人吃起來挺有飽足感的 只是遠遠的那艘高塔是什麼啊 那就是向烏媽媽說的金字塔嗎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我覺得我好像在埃及的感覺啊 然後這些稻草像這個金字塔稻草 就是有一些人他們從這個農夫那邊買了很多稻草過來 然後就把這個稻草堆成像金字塔一樣 它堆成金字塔的原因就是因為 那個金字塔形狀是有點像三角形的嘛 它堆成這樣三角形之後呢 旁邊的這個稻草就不容易會掉下來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稻草 從這個很多農家農戶呢 收集過來這個地方 然後堆堆堆堆 就往上堆堆像金字塔的形狀 尤其這個金字塔就長得很像那個 瑪雅金字塔的那個造型 但是它是金黃色的 像這邊的木草啊 它的品質其實都非常好 所以這個當地的一些農家 如果說他們是 比如說是做 是落農業的 就是比如說他們是生產牛奶 就會來這邊買這個稻草 因為這邊的牛啊 吃了這邊的稻草之後 它就會生產很多的牛奶 然後還可以做起司啊 做牛奶啊 做乳酪都可以 所以這邊的稻草算是 高級的這個金字塔稻草區 原來這一座做金碧輝煌的金字塔 竟然都是由一捆一捆的動物糧草 所堆疊而成的 每捆大概有三四公斤那麼重 由於捆綁的手法非常的扎實 因此可以造就了 基塔曾經的雄偉建築 不過不知道東非四五線的線索 是否就藏在塔頂呢 既然我都已經來了 就先爬到上面去看看 沒有什麼發現囉 哇 直接就這樣踩上去了 這一層一格一格的感覺 好像階梯一樣 哦 來試著爬爬看 哦 正上來了才發現 原來這個其實 立足點也是蠻小的 可是它爬蠻快的 等我一下啊 大哥 OK 我要走它走過的地方啦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寬一點點 剛剛那個地方好像比較薄 我一踩就整個掉下去 哇哦 風景好好哦 呼 我也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啊 哎呀不錯耶 這地方風景不錯 我現在繼續往上攻頂啦 啊這邊掉下去的話其實蠻危險的喔 真的還好這上面的草喔 綁得夠扎實 所以往上踩的時候真的好像在踩樓梯一樣 哇上面 上面頂端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踩 而且我看到啊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很多金字塔的頂端 有沒有 它就是左右兩邊 各用兩排稻草 然後就這樣堆疊著 有點像梯形的形狀 然後梯形的下面這個地方不是有空間嗎 它在把剩下的稻草 往裡面塞 然後讓兩邊的這個梯形的這個固定的地方 稍微讓它比較牢固一點點 然後梯形上面這個地方不是平的嗎 上面 最頂端的上面 還有再擺了一層金字塔 哇他們這個利用空間的概念 真的是很厲害耶 好佩服他們喔 這座金字塔應該有30公尺那麼高吧 我現在整個非洲伊索比亞的大草原 全部都盡收原底 好高喔 看來那遠方的黃色大山丘 應該就是印象中非洲大草原的樣子吧 朝著那個方向走 應該就沒錯了吧 緊接著伊索這12點的方向前進 在經過了大概半個多小時的路程後 我們終於慢慢的進入了一處野生動物的保護區 就在還會弄清楚狀況的時候 前面突然冒出了一對膨膨型女膽 首小的五義 你現在沒有 bridge 是這個 至今西遇到玉 optimal 這是那個一隻柔衞 他們目前逃這個地方 他的洞口 198半殿 他們竟然躲這個地方 他們也在怕的很多東西 所以我現在不緊張 又不然沒有進行的跑掉 砰砰砰砰砰砰 欸砰砰怎麼跳了 砰砰等我一下 然後就在我驅上前的時候 這對遊豬鴛鴦竟然理得不理我一下 大搖大擺地躲進樹林裡面 想必這附近應該有他們喔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洞嗎 這個是獅羽獸挖的洞 但是呢獅羽獸 牠並不住在這個地方喔 是獅羽獸幫遊豬挖的家耶 但是這個洞 一般這個遊豬的爸爸 牠們都不會住在這個地方 是遊豬媽媽帶著這個遊豬的小孩 有些小孩可能一胎會生個五隻到九隻左右 所以媽媽會帶著這個遊豬小孩 住在這個地方 而且他們回家的時候喔 不是這樣子正面回家 不是這樣子 跑進去 他們是先讓這個 遊豬媽媽會在這個地方 保護這個小遊豬 然後這個小遊豬一樣這樣子 就是巴鼓巴鼓巴鼓 爬下去之後呢 媽媽再注意這附近四周圍的安全 確定非常安全之後呢 然後眼光是面 耳聽八方 確定一切都非常安全之後呢 那開始 巴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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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後退後退後退 然後下去 牠們這個動作 其實是為了要確保牠們這個 回家的安全 因為這附近啊 很多野生動物去攻擊 會去攻擊這個遊豬 所以呢 媽媽就是會帶著小孩一起回家的時候 就會在這邊 做這個後退的動作回家 那這個猶豬爸爸住在哪邊呢 猶豬爸爸 他不會跟這個猶豬媽媽 跟這個小猶豬住在一起 他會在附近 再另外找一個巢穴 然後在附近 守護著一家猶豬的安全 看猶豬的生活是不是很可愛 而且這個食以獸還真是熱心 還特別幫這個猶豬來挖這個家 然後讓他們有這個地方住 可見那個食以獸應該是猶豬的好朋友 這或許就是動物世界裡相互扶持的最好典範吧 只是在偌大的草原區 我該如何才能找到傳聞中的四不像呢 不過還好天無絕人之路 就在我苦無忌法的時候 草原的保育員終於出現了 幾經表達我的來意之後呢 在他的協助下 我們總算真正的踏上了探索四不像的未知之旅 這個屁股像牛 頭又像馬 腳又比羊還大 身體又和馬牛羊不太一樣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蝦蜜啊 原來是不是像就是眷靈喔 Hartavist Hartavist 那個眷靈耶 眷靈是一種 已經快要平臨絕種的動物了 聽說在這個保育區裡面 還有一些眷靈在這邊生活 在這塊保育區裡面 因為像眷靈啊 聽說是在1892年的時候 在索馬利被發現 但是他們現在目前活動的範圍 都是在伊索比亞的這塊保育區裡面 聽說現在這個眷靈啊 好像只剩下700多隻 只剩下700多隻了 所以是非常受當地保護的一個平臨絕種的生物 而且他們平常啊 都是群居活動 大概5到20隻左右吧 都會在這個區域上去活動 那聽說這個公的啊 好像鼻目的 還有大隻很多 而且這個腳很特別的長 而且聽說這個眷靈啊 他們這個領袖啊 他們是靠這個打鬥有沒有 打鬥然後打出來 如果最贏的話 那是公的眷靈 就是這個群體的這個到達 所以我們今天有非常好的運氣 可以看到這個 眷靈的這個蹤跡 大哥說在這草原上 天上飛的地上跑的 什麼都有 什麼都看得到 只是得看你是不是一位 眼明腳快的 Super Running Man 欸欸欸欸欸 草原上好像有動靜囉 是不是在那邊 是不是在那邊 那邊 好像有森林喔 好 看到了 噓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居然一個地方 所以現在講話不能太大聲 太大聲的話 他們等一下就跑掉 有沒有看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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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 是 草原 草原 你看 小的 不是草原 不是草原 這就是草原 草原 對 如果靜止不動的話 是非常難發現他們的身影的 我猜這隻豬林八層是受到了驚嚇的迷途高原 不過依這個情況來看 動物群聚的區域應該是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就在車子緩緩前進的同時 保援員突然小聲地指在左前方的方向說 噓 凌方的山坡好像有眷靈出現喔 我立刻拿起了望遠鏡探個究竟 只是這個讓人昏迁夢靈的奇形動物 為何離我如此遙遠啊 那朦朧的形體 根本無法讓我看清楚他的真實模樣 看到我只好想個辦法 還小聲意義慢慢地接近他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大概的距離我已經不到一百公尺了 現在 我今天要展開一場 跟 眷靈的 快跑大賽 到底 誰輸 誰 跟這一次 眷靈 快跑大賽 即將 開始 呈 禪 走 異 ,' 号 噢 網路根本就是騙人了嘛 根本就追不到GEN-0 還說什麼GEN-0跑比人快 沒錯還是跑比人快啦 但是也沒有像網路上說的這樣子 體力這麼差 到底是哪一個人說可以跑過GEN-0 出來 我可以單挑 我可以跑一次 GEN-0的耐力真的很好耶 我看GEN-0還沒有累 我自己就先累垮了 沒想到在幾度的狂斑猛追下 卻仍然沒有辦法追上GEN-0的腳步 難道這會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嗎 不過聽說GEN-0每天一定要比獵豹或獅子們起得早 提早開始奔跑 否則可能就會淪為獅子或獵豹們的囊中物 所以我始終認為 在午後出現的GEN-0 應該早就已經精疲力盡了吧 因為這類的草原動物 由於身體構造的關係呢 通常皮膚的散熱狀況都不是非常好 因此經過幾個小時奔跑後的GEN-0 鐵定類我怎麼可能會追不上呢 這插起來居然是乾的 由此可見呢 這個GEN-0已經在這邊大便了一陣子 你看插都插不下去 乾乾的 如果他們在這附近出現的話 如果距離不會太遠 這大便應該是10人 表示他們應該在這附近 應該不是太近的距離 可見 然後再繼續往前 找找看GEN-0在什麼地方 這味道比山豬好多 沒那麼醜 但是我今天沒有要吃GEN 我今天只是要找GEN-0 讓大家看一下GEN-0的正面目 AW-0 好 繼續前進 儘管在內說什麼也要有始有終 奮力一搏是我唯一的機會 再衝一次看看好了 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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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